英国污蔑中国侵犯菲律宾 想让菲律宾觉得很委屈 认为中国很过分 不要把中国的警告打耳心 大家好,我是向一华 近短时间以来围绕着南海问题 美国和菲律宾之间似乎是越走越近 以至于美国在欧洲大陆的中式盟友 也都贸然站出来替菲律宾说话 也就是有英国官员声称 中国近期在菲律宾海域的行为不可接受 喊污蔑中国合理合法的行为 是侵犯和胁炮 可以说英国官员这番谬类完全是颠倒黑北 是在蓄意挑拨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 性质极其恶劣 但大家需要关注的问题是 英国为什么突然开始替菲律宾说话呢 只能说从英国那番极其不负责任的言论来看 其给人的第一印象居然很有点仗势直言的意思 虽然我国大部分民众都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但那些西方国家就很容易被英国给带了接走 毕竟英国指责我国近期在菲律宾海域的行为不可接受 还将此炒作为侵犯和胁迫 似乎是在强调中国对菲律宾出手 让英国看不下去了 所以他才出面为菲律宾说话 要替菲律宾出头 不过话说回来 南海问题与英国八杆子都打不倒 而且英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英国没有理由横查与猪肝妄图挑拨中非之间的关系 更何况中国从来没有对菲律宾实施侵犯和胁迫行为 倒是菲律宾近期以来正不断加深和美国的勾连 在南海问题上挑的狠欢 菲律宾方面派出海警船强闯我国的人矮交 其又给美国提供了靠近南海的几个军事基地 还频繁与美国方面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总的来说菲律宾在战略层面 由一边倒向美国的架势 而这也可以说菲律宾是在对中国出手 也就是在主动配合美国刺激南海的局势 帮助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扑落 对这样一个菲律宾 中国要是不做点什么 其实就是助纣未逆 会使得南海地区变得更加的危险 基于此我国近期在南海地区的动作确实增加了不少 但是我国在南海地区的一系列的动作都是在捍卫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利益 完全是正当合理的 所以在我看来英国这个时候跳出来指责中国侵犯菲律宾 要么是受人支持 要么就是有自己的野心 不过话又说回来 英国不管是受人支持 还是有自己的野心 那背后必然有美国人的影子 一方面美国支持英国的势力扩张到南海地区 可以使得美国在该地区对付中国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 另一方面只是一个与南海问题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英国 公然指责中国侵犯菲律宾 不仅有随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 也会进一步离间中非之间的关系 会让菲律宾觉得连英国都看不下去了 便误以为自己很委屈 而中国很过分 对此我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也对英国发出了警告 提醒英国是一个预外国家 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 所以奉劝英国不要把手伸到太长了 也不要到处制造事端 唯恐天下不乱 在我看来这话说的虽然不是很重 但是意思确实很明确 就是英国若执意把手伸到太长 那么我们不介意帮其砍掉 毕竟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 我们绝不会在这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 所以对中国的警告 不要当作恶心 也不要心存侥幸 否则讲理要是讲不通 不排除解放军 会用动手来解决问题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